现在这些干活的大叔大妈准备收工了 他们有的已经回家了 他们骑着这个自行车 收工了回家了 这个大妈至少有10岁了 他居然自行车骑得那么好 这里是云修县 东夏镇主塔层 这个地方是永久基本轮贴保护区 这个地方地市非常的平坦 密集非常宽广 然后这里主要的经济来源都是装菜 远处那些农民婆婆正在那个田里面劳动 他们这个都是在装菜 他们正在心情的劳动啊 真的是面上红土 背上天 不怕辛苦 我小时候也是跟他们一样 也是这样劳动过的 所以说都是过来人 其实他们也是跟上班一样的 早上出来干活就是上班 干完活回家了就是下班了 只不过他们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 这个就是他们装的菜 这个有点像那个松板 我还没见过这个是什么菜呢 这边有个大姐正在出田 这个农民婆婆还正在出草 这个农民婆婆就是摘了两篮子菜 准备回家了 那边的农民婆婆正在劳动啊 还有一个大粪子 大粪的话就是把那些菜施肥 没想到这里还有那个水稻呀 因为他们这里是没有稻田的 所以这一点有点奇怪 现在太阳太下山了 有的农民婆婆呢 已经收工回家了 有的呢还正在劳动 真的是一片鲜鲜相拥的景象呀